系指林肯大俊现在分为金融特区 双席地保 青山绿竹等三个社区 户数上千 居住人口好几千人 虽然西湾路上的公车有587 890两条路线 不过转上去社区的班次却不多 让住户直呼不方便 因为班次少 尤其上下班时间根本挤不上车 587跟890这条公车业者 在我们西湾路其实已经行驶多年了 那最近因为它一些时刻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动 还有变成大车的部分呢 确实这样子让长久以来搭乘西湾路 这条路线的乘客们有一些不便 那也经过几次的这样子跟业者 跟交通局这样子多次协调 那今天又实际会刊 确实针对林肯大俊这么多民众 需要搭乘运输工具的部分 确实有一些不便 在结果成情后新北市员 周阿林就和市府交通局公所 公车业者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因为社区公车搭不到 就得走下山到西湾路 至少要走十几二十分钟 尤其小孩或是老人 腿力不好走起来很吃力 所以社区也希望能够增加公车班次 因为最主要是林肯大俊金融特区这边的住户非常多 这公车都没办法实际上的服务 所以拜托他们要来会看 还有这个228向路口 这个大车的转弯处也是一个重点 大型的这样子的一个890的公车呢 在尖峰时间会加班其次从早上到下午的时候 上下课上下班的时候会总共有七班的这样子的一个890的大车 那那个另外一条之前原先就有的比较小型的车子呢 在离峰时间呢他们也不会缩班 那只是说因为大型公车是底底盘 要上来林肯大俊这个部分 要右转上来确实有他的一个困难点 那我们紧张协调之后呢 请我们的大车就是890的公车业者呢 执行往到瑞士山庄回来之后呢 再由左转的部分呢 上我们的林肯大俊 公车890路线在尖峰时间 每天增加七个班次 试办三个月 让社区居民学生上班上学都车子可以搭 方便进出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